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人的生命本身是有境界 在人的 通常人们指境界呢 原来稍微有点学一点东西的人都懂得 这是做人的水平 那随着物质化 就是人们挣钱了 不用说什么了 随着人们跟这块肉使劲 越来越使劲 你看女人就开始花钱往这块肉上 整啊 玩命整啊 玩命整 男人呢 用钱的也有人弄脸的 有穿衣服 穿这个 穿那个 就是买车啊 买房子 我们家房得这么做 我们家房得那么着 我们家这车得这么 所以我记得原来 我节目中提到说 我说其实人应该从生命角度去体悟 而不是在物质生活上有所追寻 那样的话你会活得很自在的 那时候有很多朋友说 你别瞎掰了 你走过来了 我们还没走过呢 等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跟你那样了 我觉得挺冤枉的 真的 七八七我也没做过 没看过 连什么样 连个照片我都没看过 你说是满足了是不满足啊 对吧 那你说人说走过了 周永康四百个女人 我都想都想不出来 这怎么伺候 想不出来 知识很贫乏 对不对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了 今天所有的事情 埋态别人都是用这个 很多男人抱着不是自己的太太 在埋态别人笑话这个 到处都是 对不对 你只要一看 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 廉耻 那如果都抱着不是自己的老婆 在埋态别人找别的女人 什么叫廉耻啊 我觉得这个道理 今天就走到这儿 但是人们在 当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在探讨境界的时候 钱 对吧 那就是钱 钱的衡量 拥有的衡量 其实真正的境界 就是生命内在 一个人 在现实人的环境中 在红尘中的人 他的对生命的理解之透彻 它是一层一层的 在我能理解当中 那这地球上 真正超越境界的人 生命太有人在了 你根本不理解他在说什么 他就说了一简单的一句话 你不在那个境界中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但你以为你知道 聪明人的愚蠢 最新那篇报道 是川普说的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川普执政百日 打击叙利亚和习近平私交 是重大的政治成绩 干了一百天 他重大的政治成绩 就是六号晚上吃饭的一会儿 非常有趣的 川普对美联社讲说 担任总统的肩膀的巨大的责任 他每一项命令都意义深远 但是当他决定要对叙利亚 发射五十九枚战斧导弹的时候 他对自己说 会有人会丧命的 这会有风险的 而同时他表示 与多个国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 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埃及总统和习近平 他与习近平非常谈得来 这是前所未见 我很喜欢他 我认为他喜欢我 这句话又重复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种描绘 前所未见 这是没错的 中国的领导人 从来没跟美国总统之间有过这样的人的 人的 正常人的交流 正是因为与习近平建立了私人关系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多的作用 那他就提到这个说法 而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和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 所以他把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的建立 放到了一个相当绝对的程度 而这个 这里面一定要明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白 是习近平找上门的 所以川普自己本身都没有精神准备 而对共产党不妥协 这是他明确说的 所以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当每一个人在 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要看到他生命的理念 我们在一起 5000年内 中国的音乐和与她的音乐 在一晚 在一晚 神经浪 靓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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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 靓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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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靓靓 靓靓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另外一个 这是这两天一直传送的消息了 吴小辉 说吴小辉蛇了 被抓了 被调查了 然后呢 傅的消息都澄清 他已经不是 邓小平家里面的驸马爷了 这个有趣 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邓小平家族发表声明 邓家外孙女与吴小辉的婚姻已经终止 原因来自于保监会的主席 这个向顿波被抓 被抓之后供出了安邦集团的吴小辉的问题 他涉及到上千亿的资产的贷款问题被调查 已经失去自由 那这个他的故事就很有趣了 在去年11月份 他还在这个曼哈顿 对吧 在曼哈顿在自己买的酒店里面 曼哈顿最高级的酒店里面 跟库什纳 川普的女婿 还在谈买卖 到了今年 这个买卖曾经提到说 要成功了 大概在1月份 2月份 要成功了 吴小辉慷慨掏出4亿美金 帮助库什纳走出困境 那栋楼是第五大道666号 42层的楼 那那件事情几乎在做成的时候 两个星期之后 突然库什纳跟这个 吴小辉 跟这个安邦 不是吴小辉 库什纳与安邦集团 共同发表声明 买卖结束不谈了 然后你再也看不到 吴小辉在曼哈顿露脸 没有他消息 而吴小辉的出现 吴小辉的买卖 最经典的空壳公司 我们当时在节目中说过 我说这个这个 肖建华出事之后 他就会一连串的人出事 文章提到说 吴小辉设计到上千亿的贷款案 遭到北京调查 已经失去自由 保监会被抓之后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吴小辉被抓呢 已经在中共顶级政商圈内流传 所以这都是 我觉得这都是一脉相通的 抓了肖建华 是抓了金融大鳄 那抓了乡村波 是抓了稻草人 那抓了这个吴小辉这样的人呢 是抓了真正的一袋钱 权贵资本家族势力 他得凑齐了 他得凑齐了 因为这东西 得有这样不同的人凑在一起 才会出现现在的事情 所以在这之前我们看到就是 像江泽民的儿子孙子被抓 刘云山的儿子 有人说习近平处理刘云山会很难的 因为他的亲家是贾春望 那曾经也是 政法委体系的呼风唤雨的人 那你让我说呢 这就是一个 当走到今天 不是一个单独的反腐问题 根本不是 他是只能改朝换代 只能出现大变更 这个没招了 对吧 你不出现大变更 你看今天演绎出来的故事 你反腐 我也说出你腐败 他也说出他腐败 你说我搞女人 我不承认 我说你搞女人 我说我能给你有证据 早在2015年财新网讲说 吴小辉与邓小平的外孙女 婚姻关系已经确认终止 海外媒体披露说 吴是邓家的驸马 只能这么说了 渲染这个与邓家之间的关系 而邓小平家族曾经小范围开会 讨论过安邦事宜 确认已与邓家无关 那下面就讲了 他的吴小辉的故事 其实在安邦里面 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另外牵扯到的 就是陈毅的儿子陈小路 还有一个朱云来 这是曾经被提到过 那后来这些人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外面的人根本不清楚 对吧 我们就只能看到 这些名字被披露出来 有这样的故事 有这样的说法 人家有钱 就这么点事 所以当披露出来一故事 人说啊这是爆料爆料 我说 你让我说就这么回事 这个中共的体制上的 整个都是这个 他要不是这个 他不会在这个期间 能当着那么大的官 什么叫谁好谁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说 在这个环境中 谁拥有道义 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这是关键 而不是报私仇 有人说 报私仇好 能够揭秘 是 没错 所以大家伙 我才说的 各自出于自己的力 把共产党撕了 就这么简单 那另外一个 比较应景的事情了 欧洲八个律师团体 致函中国 关注709律师被抓捕的案子 欧洲八个律师团体和个人 24号写信给公安部部长 郭升坤公开信 表示这些被迫害的律师家属们 遭受这种骚扰的关切 里面提到了危难律师国际观察站 日内瓦律师工会 国际律师联盟 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 巴黎律师协会 联署的 敦促中国当局遵守法律和宪法 兑现履行人权责任的国际承诺 那这是 这是一个公开的 一个国际上的呼吁了 因为只是最近这两天 围绕了 709事件的律师被抓 在网上我们看到 在中共政法委体系当中的 那一份邪恶呢 还在持续运作 还在持续运作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现实的状况 这个在网上引起了轰 就是大家在 也是同样透过推特 把消息传出来 那让人们看到 中共这个制度本身的邪恶 所以所有的力量都是展现出所有的故事 就是共产党本身在走到了穷途末日的这个场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